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在寻 询问是否应继续川金会 唯恐这次历史性峰会最终成为一场政治出囚 为抗议南韩与美国进行超级雷霆联合军演 北韩16日威胁 不停止军演 将考虑取消预定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 北韩还说 绝不接受北韩单方面先去核的安排 这类威胁虽是北韩惯用伎俩 但由于数周来北韩态度和缓 新威胁听来格外刺耳 纽时报道 北韩上周三威胁取消川金会后 川普在上周四和周五一再追问幕僚 举行川金会是否明智 上周六川普又致电文在寅 问他为何北韩的公开言论与文在寅再会勿金正恩后私下对川普的保证不同 报道说 川普念二日就要与文在寅在白宫会面 讨论北韩去核问题 但川普却在两人会面三天前迫不及待致电文在寅 一些官员认为 这凸显川普的不安 已等不及两人会面再谈 尽管无迹象显示川普考虑退出川金会 川普的幕僚也越来越不安 原因是川普太渴望川金会能马到成功 川普曾说 人人都认为他应该拿诺贝尔和平奖 幕僚十分担心 金正恩感受到川普的急切 做出一些日后无法兑现的承诺 川普本月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 导致川金会的赌注升高 川普是必要让川金会成果高于前总统欧巴马的伊朗核协议 否则难说服美国人川金会是成功峰会 幕僚还担心川普对北韩盒子计划细节的掌握程度 以及他能否坚持北韩去核必须做到的关键要点 这些幕僚说 他们对川普简报这些核武计划细节时 川普不太想听 根据文在银河美国国务卿庞培欧等人说法 金正恩对北韩盒子计划则是撂若指掌 天外祸